国庆日快到了 议长饶庆林8号上午 还以多位的议员及地方名代表 前往金伦大桥 以悬挂国旗方式提前为国家庆生 七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在清晨阳光下 还有美丽的上海美景中 就像是图画般的美丽 饶庆林强调说国旗很漂亮 邀请所有的民众把国旗拿出来 一起为中华民国庆生 大家起个大早 在拥有无敌海景的金伦大桥集合 并在桥的两侧绑上国旗 为中华民国庆生 一切英国一切大桥 即将迎来双十国庆 台东县议长饶庆林 8号上午与多位议员及地方名代 以悬挂国旗的方式提前为国家庆生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在清晨的阳光下 即在美丽的山海美景中 犹如图画般的美丽 我们今天是在为中华民国暖寿 我想大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旗海飘扬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在全台湾最美的金伦 高架大桥上 让国旗旗海飘扬 为中华民国暖寿之外 我们也希望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国旗的美丽 当我们在为中华民国庆祝的时候 请大家记得是中华民国让我们到今天都还能够在台湾 让是中华民国国旗让台湾今天还能在世界各地 大家有一个国家存在这里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10月10号都跟我们一样 把国旗挂起来为中华民国暖寿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新的景点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让国旗 跟最漂亮的一个金伦大桥一起 让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景点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构想 议长劳清凌也邀请所有民众 手持国旗送上祝福 一起庆祝中华民国107岁的生日 记者潘君尔 台马里相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